圣洁以终 坚然圣洁 圣洁以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最近有一些状况在我们住的地方 有一些种族方面的问题 就是白人黑人或者不同种族的人 彼此有一些仇视的状况 我们为此要来祷告 也求主赐下平安 让我们在这个国家居住的时候 要为居高位的来祷告 我们凭着信心相信圣经上的话 我们祷告会有影响 我们祷告会带来平安敬虔度日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想到说 怎么会人跟人有这样的冲突呢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在圣经上面早就记载 当亚当只有两个儿子的时候 就是亚伯跟该隐 亚伯就被该隐杀了 这就是两个兄弟中间的难处 我们今天要晓得神 他赐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 是因着信而进入 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下信心 我们今天有人问我们是谁 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 我们今天马丁路德 在10月31号517年 在余伦伯门上定上了95条的时候 开始了一个更正教的整个的一个翻转 归向真神 归向神的话语 让神独得荣耀 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呢 我们也看见要因信而称义 就是在信上面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 称义就是好像没有犯过罪的人一样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 这一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我们以为是真的 而就是真的 而这个信心实在是因着神的信实而有的 所以我们要从全面来了解的时候 雅各苏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 就是信心如果没有行为 它是死的 就跟人活着的时候 如果没有灵魂 它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 就是雅各苏第二章第一节 开始我们一直到第二十六节 让我们一同再一次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来到你身宝座的面前 我们每一位都求主你光照引领我们 让圣灵向我们来指出 在圣经中的奥秘 让我们遵行你的旨意 也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清楚的听见圣灵的声音 让讲的听的都听见 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在这里我们讲到雅各 他本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 但是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这个仆人翻出来应该是翻成奴隶 就是奴仆的意思 也就是他是没有权益的 虽然他是同一个母亲生的 但是他知道耶稣基督跟他是近亲的救赎 他跟我们不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的父母都是属血气的 都是属土的 但是耶稣基督是从圣灵而生的 他是不一样的 他来到这个世上 让我们对神有一个认识 是因为他显给我们看见 就是神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形有体的都显出来 如果他没有来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真神是什么呢 有的人说我要信神 因为我看见我就信他 他来了 给当时的人都看见了 但是他的弟弟不信他 就是雅各不信他 只等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向他显现 他才相信 这一位耶稣基督 就是那创造天地宇宙三一真神的第二位 就是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上拯救我们 但是我们能够被拯救 也要尽我们的人的责任 我们要回应神 我们要信 他是神所拆来的 要信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 拯救我们脱离撒旦魔鬼的手 拯救我们 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 于是我们就有那永远的生命 如果不信耶稣基督 是真神的儿子 是拯救我们的救主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赤下 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是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雅各他就很谦卑地 跟赞助在各地十二支派的犹太人讲 我的弟兄们 这句话带来多大的安慰 你看这是耶稣基督 跟他一起成长的这一位 他讲他是耶稣的奴隶奴仆 他讲他跟我们是弟兄 他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这个荣耀乃是讲到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 在旧约里面 在圣殿 在这个会幕里面 但是没有人能够进到神的面前 而不服服敬拜的 这个叫做she canna glory 这个荣耀是神显出来 他把他自己的威容隐藏了 这就是耶稣基督 人家不认识他的原因 在变化山上 人家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 他们都要服服敬拜 今天我们是否也像但仪里一样 像老约翰在巴摩海岛上面 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能够服呢 这就是我们的信 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见过 在灵里面见到我们的主 他拯救我们 他爱我们 我们常常讲神 我们就想到 他的伟大 他的创造 他的智慧 他的能力 甚至我们讲到 他是一位 他是一位跟我们很亲近的神 但是我们比较少去思想的 就是他是一个不偏待人的神 这是在神的属性里面 我们一定要今天看到 看到了以后 我们对凡是按照神形象样式被造的人 神就有一份尊重 我们就不会去污赖别人 不会去残害别人 不会去攻击别人 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形象 样式 彰显在那个人身上 就算是很少 还是有 信了主以后 我们更当看见耶稣基督所接纳的人 我们统统要接纳 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的 神不偏待人 这跟信心有极大的关系 你没有信心 你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 你会看见有一些人是对不起你 有一些人是恶待你 有一些人是轻看你 有一些人让你是非常的痛苦 因此你不能够赦免他们 今天饶恕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要以怜悯为念 因为审判 他是神的 是属神的 怜悯是神要我们学习他的柔和谦卑 因此怜悯是向审判夸慎的 连神他都不在他的怒中轻易的定我们的罪 他把所有的怒气全发在他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当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 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罪都肩负了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不偏待人 就是按照神的心意 不要犯一个严重的罪 这个罪是什么呢 就是在神的面前不公义 不公正 公义 要 像我们发出的就是只有神是完全公义的 我们是因信而称义 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犯过罪 这是感谢神 但是我们在人的面前呢 我们信了以后一定要有行为的表现 这就是所结出的果子 所以很多人把这个事情弄错了 就是我们只需要在神的面前 信了 就因信了 就可以了 在人的面前我也是因信 也不是的 扫罗他逼迫基督徒 他在他的见证中间 他就讲到 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 主赦免了他 没错 洗去他的罪也没错 但是犹太人被他逼迫的基督徒 被他逼迫被他杀害的这些人怎么办呢 因此保罗要做见证 并且做见证的时候 亚拿里亚说 要受洗 并且洗去你的罪 今天受洗不是为了洗罪而受洗的 但是对保罗来说 他在人的面前他是有罪的 人还不能赦免他 所以他需要知道这个义 是因着他信心发出的果效 所以保罗就在他的明白神的话语里面 讲到了因性称义的道理 这个道理 很多人只拿到了片面 就说只有信心就行了 但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说神只有一位 你说的不错 这个是讽刺的话 但是鬼魔也信 却是占尽 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信 只有一位神就可以 信我不要下地狱就行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全备的福音 这个福音真正临到我们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他成为人 人只亲自成为血肉之体 他为了要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样 知道知道我们在他的里面 因他败坏了长死权的魔鬼 是因着他为我们死的缘故 所以我们今天活着的人 是要为他而活 我们是他仲价买出来的 我们称他为主 不是随便称的 这个主就是说我没有主权 你也没有主权 我们活着为他活 死了为他死 或活或死总是他的人 也就是神吩咐我们的事情 我们都要遵行 是当时的奴隶 就是如此的被买出来了以后 这些人是完全听命于神的 但我们中间 跟神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中间不同的地方是 他的神性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不敬拜他 我们在永恒里面都要敬拜他 我们跟他有什么是相同的 在神的生命跟性情 都给我们以后 我们必须要晓得 我们就彰显神的公义 神的慈爱 我们这个人是为此而被造的 所以人被造的主要的原因就是 要荣耀神 并且享受 神给我们一切丰盛的供应 有个感恩的心 好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 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 不可以按外貌待人 按外貌待人究竟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看见一些人的时候 看见他的外貌 没有看见他的内心 不 还不是这样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肤浅的只看见外面的人 这个Posopo Lampsi 这个字 在希腊文里面 讲的是 不要肤浅的 来论断 来定一些的事情 我们需要看见 那个内在的 实质的 在深入的 来理解 我们这些人是 怎么样的 活在神的面前 如此我们才不会有错误的判断 错误的判断是一个非常大的罪 在人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都是 于是 有一些人的恶意的论断人 这个是在神的面前 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 在彼得向哥林旅游传福音的时候 他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 三十五节 里面就讲了一句 他说彼得开口说 我现在看见 神不偏待人 什么是不偏待人的 我们今天 如果没有听进去 别的 请你注意 神绝对不偏待人 他原来各国中 敬畏主行义的 人都为主所怨啊 每一位各国世界各国的 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这个 皮肤种族的 这样的一个区分 我们都是从一个主宗来的 亚当后裔 我们也是从挪亚的后裔出来的 我们是 不是 让我们用表面 来分齐一个人 到底在神面前的价值 所以罗马书第二章 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又继续这样说 神将尊贵 这个荣耀尊贵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犀利利人 因为神不偏待人 今天我们只要是行善 神就 加给我们什么呢 加给我们各样的平安 各样的荣耀尊贵 我们感谢赞为主 以福所书第六章 我们看到第九节 你们讲到 我们都有很多的人 是我们的上司 是我们的朋友 是我们的同事 都是我们的儿女 我们是要怎么带他呢 有一些人就说 我们就是要用一些技巧啊 怎么样的家庭里面就会和乐啊 那大家学了很多很多的技巧 结果那教你技巧的人 自己都不行啊 自己家里面都闹得不行啊 不是技巧的问题 是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所要对待的这个人 他是谁 他是按照神形象样式被造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边讲到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 也是一礼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 头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并不偏待人 今天我们是不是真实的看见 每一个人都有神给他的尊贵在他里面 虽然有时候我们真是活得不像那么样的尊贵 我们彼此相咬相吞 但是神的确不是要我们这样活着的 格罗西书第三章 第二十五节也是这样说 那行不义的 必受不义的报应 因为神并不偏待人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绝对不要按外貌来待人 所以神他不按外貌来待我们 神知道人的内心所存的 神阻挡骄傲的人 施恩给谦卑的人 那我们看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了 我们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按照外貌待人 耶稣基督他接纳所有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老基督徒很多在这里 所以我们剥夺了一些还没有信主 或者是刚信主的人的一些权益 什么权益呢 我们最喜欢的经文我们都不讲了 圆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四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赐给他 叫一些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要常常的讲这很重要的话 要一直讲 曾经有人讲这段圣经 讲几个月 就这几集结圣经 这同一个会众中间讲几个月的时间 这也讲不完 但是我们今天很忽略掉的是 因为耳熟能详 我们忘记神爱世上的人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是所有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在永恒里面我们将要见到的人 那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赤入敞开 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在地上有过不去的事 在这里一定要解决 不要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好 神爱所有的人 爱世上所有的人 但他什么时候开始爱你 什么时候开始爱我 他圣经上面讲到的是在创世以前 他就爱你爱我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好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好我们看得到 我们就一起来读 好来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是什么 是神的爱 所以神实在是爱我们 因此他爱到一个程度 他必须为我们受苦 我们从他受苦的身 我们就知道他对我们的爱 有多么的深长阔高 好我们一起来想到了 耶稣基督在 他是原来是富有 却为我们成为贫穷 好让我们在他的里面 也可以成为富足 在他的 因着他为我们降悲 因着他舍己 因着他倒空的所有的一切 这是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 你们所说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晓得 我们是富足的 每一位信主的都是极其富足的 我这边讲的不是穷人 就是没有饭吃的 或者是这里所讲的 没有衣服穿的 我们中间很多人的衣服穿 一千年也穿不完 也穿不破 有一些人能够吃的东西 如果都吃下去的时候 一定山高 没有办法 这个健康的 我们不会缺衣食的 我们所有的这些 跟所有的华人 全世界的比起来 我们中间很多的人 都是一千个人里面 才有一个的天之交子 可是我们 不晓得 要 如何的把神给我们的丰富 分出去 但是这里讲的 还不只是财务上的 这里所讲的 乃是我们这个人 如果比人家聪明 如果比人家有教养 如果比别人 有这好的学问 学历 如果比别人有好的机会 有认识很多人 你有不用这些事情 来帮助那些贫穷缺乏的人 这今天是神要问我们的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凭着眼睛来看事情 要在灵里面要认出 格林多后书五章第十六节 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 所以我们今天不再凭肉眼肉体 来认耶稣基督了 过去我们是这样的 凭着外貌认不过耶稣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今天神要我们认的是 在灵里面看见耶稣的柔和谦卑 他要我们去爱周围的人 所以保罗说我体恤耶稣基督的心肠 切切地想念你们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能够为基督的缘故 去照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 今天神也有几个警告 警告在旧约里面就很直接的 就告诉我们 在诗篇第41篇第一节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你要不要眷顾贫穷呢 要不要 你们不讲 你们要不要眷顾贫穷的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 因为他遭难的日子 是耶和华必搭救他 有没有人说我遭难日子 我不要神搭救的 应该没有 所以这句话你就应该接受 接受 真言书19章17节 是很有名的这句话 叫做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偿还 今天有没有人说 我有一些钱是借给神的 有没有人觉得这样 很感谢主 你要神偿还 神报答 神家庭很多的利息给你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要怜悯贫穷的 你要怜悯这个比你软弱的 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也许他的身体很软弱 你要怜悯他 也许他的品格稍微有瑕疵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像你有这么好的家 这么好的父母 把他教养长大的 有一些人非常的刚烈 大家以为我也很刚烈 因为说讲到这么大声的 这一定很刚烈 其实我里面是因为有点害怕 所以讲得大声 所以请大家都原谅一下 我会tune down 只要看你们的反应还好的话 我就会tune down 如果你们有人开始睡觉的时候 我就会很紧张 因为到底我讲的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都睡着了 所以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们不可以细笑贫穷的人 因为真言书十七章五节讲到 是入末造他的主 这么严重的话 有一个人是这个穷人 你却笑他 你说这个人修养太差 这个人太喜欢贪小便宜 你知道当我们讲这些事 是入末造他的主 因为我们幸灾乐祸了 必不免受刑罚 今天神的话是非常准确的 可是我们不要去念 圣经上的标准是什么呢 圣经上的标准 就是要我们用我们的丰富 不是多下来的 残余下来的 供应那些需要的人 主动的去把最好的给出去 为什么这样说呢 犹太人富甲天下 他们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 因为他们守旧约的律法 他们不是把残余的丢下来的 这些给了 他们乃是分出来 他们每三年有一年 就是到了三年的末一年的时候 有十分之一 这是很多的钱 十分之一 分出来 要给谁 那就该住在他们城里的立位人 你不可丢弃他们 因为他们在你们的中间 无份无业 并且要拿出来的时候 让那些孤儿寡妇寄居的 都可以来吃 吃得饱足 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今天我们常说 神怎么没有赐福给我们呢 这是在生命纪十四章 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 你自己去看 而不只是在生命纪第十五节 九到十节 也是一样的告诉我们说 有一些的年 甚至叫做豁免年 有人给你借钱 你知道他不还 你借不借 大部分人都说 不用问我 当然不借 有些人说 我借他 我借一点 我送给他 送给他是对的 圣经上面就是讲 有求于你 给他一些吧 给他一些 不要全部都守住 守住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是一个流通的管道 我们在神所设立的 有弟兄向你借贷七年以后 就完全的让他可以不用再还了 到了西年 就是五十年有一年叫做西年 就是不但是安息年 后面还有一个西年也是一样的 所有你的这个地业 全部要 人家把典当给你的 通常要还他 这就是在犹太人中间没有穷苦的 我们今天是要高利贷 不给的话 那我们就找那个黑社会来处理 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因为这是唯一的办法 有些人就跑了 躲债 不给 但是神的方法不是这样子 神说你就给他吧 你就让他们 因此 神就大大的祝福 这边讲 就是耶和华必定 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 在你手中所做的事上 赐福于你 这是神的原则 而保罗他就学这样的一个秘诀 保罗学这样的秘诀 是跟他所传下 耶稣所传下来的 耶稣讲了一个要怜悯人的故事 大家很清楚 就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 一直到三十五节 就有一个人只是欠了这个神一笔钱 欠了一个主人一笔钱 但是只是的话就是说 他其他的都没有钱 就欠了一千万两银子 很多 他还不出来 他就求神怜悯 神就怜悯他 主人就怜悯他 这个神 他用这个预言来告诉我们 就是神怜悯我们 不是主人主人 我们的主是谁 我们的主就是耶稣基督 万有都是他的 我们是为他经营看管的 但是我们今天不这样去看 另外看有一个人欠你十两银子 就把他掐住他的喉咙 就要他死 所以你还不出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的时候 那主人会怎么带他呢 神经上说 你要饶恕人 七十个七次 我们都犯罪跌倒 我们做不了 因此我们必须有神 信神的生命 所以保罗的秘诀是这样 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第十节里面他说了 我似乎 全部都给了以后 似乎是忧愁的 却是非常快乐的 似乎是贫穷的 却叫许多的人富足的 似乎是一无所有的 却是一样样都有 这是我们今天真正跟随主的人 应当是如此的 只是加太书二章十节里面讲到 我们要纪念穷人 这就是保罗说 我们是愿意这样去做的 谁要他去纪念穷人 是雅各 是十二个使徒 在耶路撒冷 跟他右手相交之礼的时候 告诉他说 只是要你们纪念穷人 这句话是跟耶稣的命令 是有关系的 就是爱人如己 现在快要开学了 河西州立大学 有很多新生将会从中国来到 他们来有一些家庭环境很好的 我们说他不需要照顾他 其实也不对 他们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 要需要照顾的 还有一些的人 他们家境环境不是很好的 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有人去照顾他们 我们在这里做这个工作 已经有十年了 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时候 请跟高哲宇教授联系 这的确是我们很需要人 这样去做 当时我在DC去服侍的时候 我们有七八个学校 大学站在附近 我们的机场一共有三个 都是一个在Virginia 一个在DC 一个在马里兰的Baltimore 我们去要接人的时候 大家都想说不想去接了 因为很麻烦的 有时候接人 说他们飞机误点 也不告诉你 要等了很久 后来我说不管了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得做了 后来我就决定去接人 我决定 我第一个去接人 第一个 我就到了很远到Virginia 礼拜天 他们说不接我 那我就去接 接完了以后来上主日 后来他们说 你那车子不大新 你那车子也不大保险 你去了万一车子坏掉以后 这么多人都没人讲到 所以他们说我们愿意去 后来有20家人 他们说我们随时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他们都去 他们真的就这样接人 于是有好多人 就被他们造就 在Virginia D.C.这个地方 我希望我们教会 里面 大家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们的饭团 饭力都花了很多的时间 愿意做给这些学生们吃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善行 我们一定要有善行 因为我们来看一看 因信称义的道理 究竟是什么 真是就是说我信神 我信神 我信我不会下地狱 这就是信主吗 不是的 你必须要有行为 你必须要有果子结出来 如果没有果子结出来的时候 你不要 人不要自欺 圣经上面讲的 那你的信心是死的 信心不是真实的 这个真实的信心 一定会发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很多的人愿意 做那个撕比受更有福的人 愿意来把自己有的给出去 这个就是神的道理 这个信心 我们看一下 因信称义 对不对呢 因信称义当然对 因信称义 在罗马书第五章 第二节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们又借着基督 借着耶稣基督 因信进入今天所站的恩典中 今天我们是站在神的恩典中 是绝对是因着信 所以一副所书讲得很清楚的 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因着信 不是因为行为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所以我们可以配得救恩 我们全部是不配的 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叫做恩典 不是我们赚来的 是神给的 但是我们信了以后 一定要有行为 因为我们原是神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了叫我们行善 这是一副所书的第二章 第四章 那个地方 都写了很多 关乎这个恩典的作为 我们从第一章里面 也可以看见神给我们 是丰盛的荣耀 要开我们熟天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需要看见 我们的恩典有何等的指望 就是这些 我们需要真实来到神的面前 因信得救的理 还没有传到的时候 加拿大书三章而三节 就用律法来告诉人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律法就是训摩的师父 只把我们带到什么时候 因信称义的真理 显出来的时候 所以因信称义是绝对不能够 废掉的 今天有一些人等一下听完 你说雅各说 他是应该行为称义 所以不是因信称义 好 有信心必然有行为 所以 要从人的角度上面来看 你必须 我必须有义行 有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彰显出来 让人可以看见 在神的面前 神知道万人的心 神也知道以后你会做的事 所以在神的面前 是因信称义 是绝对不能够有任何修改的 但是 这个信心是要有行为的 有行为跟着他的 这件事情 雅各就把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都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 这个是加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不错的 但是呢 我们要看到在律法来以前 亚伯拉罕怎么称义呢 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里面讲到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刚才讲到彼得说 原来神不偏待人 他说世界各地的人 各国的人 各邦的人 讲各样语言的人 都有行意的 敬畏神的 这里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 他那个时候律法没有下来的时候 神就告诉他 将来他要有子孙 如同天上的信仰 并且他们要得那地为业 什么地方 就是永远为业 那就是以色列人将要承受的土地 这个土地将来 耶路撒冷就在其中 所以 亚伯拉罕相信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他是没有瑕疵的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但是他有瑕疵 他把太太都卖掉两次 我们中间很多人也很放心 太太觉得 我们卖掉他要不止两次 有一些人觉得出卖他了 或者讲了他不好听的话 他们都觉得是 你出卖我了 其实 亚伯拉罕是真的犯了很大的错 把那个太太真是 要卖掉了 但是呢 他相信神所说的话 一定成就 因为神说从以撒生的 要成为你的后裔 因此在创世纪22章的时候 他把他的独生爱子献上 这个我们讲了很多 我们等一下就不太讲了 因为他最后有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亚伯拉罕 他就是这个样子相信神 所以呢 神算为他的义 也就是说 亚伯拉罕认定 如果以撒被杀献祭了以后 他还可以复活 因为他所信的神是死无便有 是死人复活的神 今天你如果相信的是这一位神的时候 你不会有对神有任何意见 神所要给你的都是最好的 是一切绝对不会错的 你忍耐骗死的时候 神要给你的恩典祝福是大的 今天我们不要看谁在居什么位置 这些在天上是完全重组的 重新组合的 今天有一些人不肯坐前面 因为让后面人坐不下 我们现在就到那个婴孩会哭的地方 你们现在让婴孩都不能哭了 因为里面都坐满了来晚一点的人 那怎么办呢 第一排这边大家都不愿意坐 说怕坐了以后就像前面所讲的 穿的华美衣服 然后要坐前面 你不用担心啊 你坐前面其实是很谦卑的 谁也不喜欢坐前面 其实我也不喜欢坐前面 你看有别的聚会 说我都坐最后面 昨天我们在那边陆江医疗传道会 来的时候我就坐在最后面 坐在门口那边 我说跟我们会友说我往前面坐 他说他因为怕冷 所以不能往前面坐 所以我不是怕冷 我衣服穿了很多 但是我也坐后面 我们不是说 因为想在那边认识一些人 有一些状况我们可以处理 但是呢 你们如果 我们现在唐还没有扩建以前 就麻烦你们往前面坐一坐 好不好 真的 以后绝对 有人说你这个人 以为你是谁要坐第一排 那可能在天上的时候 你们大家可能要抢着坐 主的左右手 那在地上的时候 你只要听这一句话 听我讲这句话 下个礼拜的时候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跟主好好的祷告 神就会听我的祷告 你不相信啊 神会听我的祷告 我不是说你们会听我的话 会坐前面来 但是神会听我的祷告 今天我们这个华人 戴金戒指 有些人说 那我今天结婚戒指不能戴 不是这个意思 有很多人断章取义啊 那个金戒指是说 要让人知道他很有钱 他满手都戴满了戒指 一个指头还戴了好几个 这事实上 而且给人家讲话的时候 都要拿出来给人家看 这要这样的 你赚戒太大的时候 你要知道是假的 OK 但是 现在 我们不管真假 我们将来到神面前去 全是真货 全是真的 所有的人是神所爱的 你们今天千万不要 觉得自己 这个 要谦卑一点 要坐到后面 你如果还有一些人 像 我就不多讲了 有些传道人 他就说不准人家 起来走动 我没问题的 你可以走动 没问题 你说我坐在前面 不能 要出去 突然有事要走动 你可以走动 我绝对不会为难你 因为有个传道人 不让人家走动 换那个人 他说我要上厕所 他不让我走动 后来我就尿在 那个位置上 所以 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子 求主正是怜悯带领我们 这个敬畏神 我们是怎么样呢 就是 要晓得 原来在旧约里面 神说了很多的话 在哈巴古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讲的 加勒底人 心不圣洁 但是 心不正直 但是 义人必 因信得生 也就是说 什么叫义人 因信得生 我们的心是正直的 我们不骄傲 也不自高自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只要学习 我只要学习 柔和谦卑 我们正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活 我们就是因着信而得到永远的神明 今天神绝对不会让我们不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最后看一下 在亚伯拉罕 他说 这个要代表的一个信心 是他没有看见就信的 就像献以撒的时候 他没有看见他就信了 神要他出去离开加勒底的吾尔 他要去一个 神指示他要去的地方 他没有看见 因为神说 那个地方我要给你 他一去一看 那个地方 迦南人已经住在那里了 但是他继续祖坛 继续祖坛 在事件祖坛 在伯特利根埃那里祖坛 他为什么祖坛呢 他为什么在那些 这个西伯伦的像素下面祖坛呢 因为他相信神指示他的都是对的 他留下了这个信心的痕迹 在我们的一生中间有很多信心的痕迹 你留下了哪些吗 你愿意吗 当我要出来服侍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 你不要去 你没有恩赐 我说这个我知道 但是前面那个不要去 没有办法 因为神说你要去 虽然没有恩赐 还是要去 那有一些人就说这样子 你在我们这里再讲一次道 我就去一个地方讲道 我也跟你们讲过 结果讲道 讲了完了以后 后来只有两个人在听 有一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 我们不提他的名字 他是好心的 一直在听 在支持 另外一个跟我笑了半天 然后下来了以后 他说我给你笑那么久 你都不知道 我说我以为你听啊 就你再听 我要讲给你听 他说我叫你快你下来了 就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凭着信心 那怎么样的走这条路呢 这条路不是人要肯定你才走的 是神肯定你 所以你今天为主的缘故 你到教会 你要说哪有什么用 你的困难还在那里 还不如自己策划一下 有多少人没有去教会 天天策划 就到最后自杀了 他没有办法胜过 有很多人崩溃了 有很多人失业了 我不是说你做基督徒不会失业 但神在你身上有更美好的计划 我认识好几个传道人 就是这样 神就是要他 碰到什么事情都碰壁 然后非得要出来 出来做什么 就全时间传道人 那时候我就跟神说 如果是那样我也没话说 但是我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形 人家会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精神错乱 那为什么要出来服事呢 根本没有理由 我今天不在这多讲 当时许多人受到迫害 我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迫害 但是也相当严重 相当严重 到最后没有人相信我应该出来 只有一两位老前辈的传道人 他们相信 他们相信不是凭着他们的经验的判断 他们相信是因为他们听到神的声音 他们相信 但是其他人全部都不相信 所以我最后在我服事的那个教会里面 他们说你现在要去了 讲到讲完了以后 他们没有给我讲原费 没有给你讲原费 他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久就会回来了 你去那边你念神学你念不下去了 你回来回来了 后来真是 我也感谢主 到现在我还没有回去那个教会过 虽然那个教会在建堂的时候 我也奉献了一些钱 还蛮多的 但是 他们就不给你讲原费 为了让我知道我错误了 我错了 认错就回改 就回来 我现在还没有回去 那么长的年岁 谢谢恩主 为什么呢 让我不平眼见 一直往前面去 你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神如果要你做一些事 要你有所摆上的时候 不要害怕 好 那个我们看一下 纪律拉河 纪律拉河 他跟亚伯拉罕是不能比的 亚伯拉罕是尊贵的王子 亚伯拉罕他是有很多的仆人 三百一十八个 生养的壮丁就可以打败这个四王 鸡大老马王 也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你同盟王全部被他打败 他把这索律拉罕 俄摩拉罕都可以救回来 这样的 亚伯拉罕他是有品格的 亚伯拉罕不是一般的人 可以随便轻视他的 但是拉河是谁呢 妓女 他是妓女 他在耶利哥那边 有一个 我们现在讲的旅馆吧 小旅馆 那些人通通都跑到他那个地方去 然后可能他有一些不轨的行为 不轨的勾当 反正很多的传言都在那个地方 而这个人呢 这代表着 我们信神被神拣选 不是都是像那个亚伯拉罕这样的人 我们常常听了以后 就说我够不上 所以就算了 那你比妓女拿河怎么样 我们比他总尊贵一点吧 我们是要被除灭的迦南人 我们这些是道德水平 什么各方面都够不上的人 这么差的人神也救 那我们怎么样 也应该要好好的回应 所以神就把两个极端放在这个地方 亚伯拉罕跟拉河 你觉得你是要怎么样来看拉河呢 这个人当时就是 就是约束亚要带领以色列人 要进迦南地 应许之地 牛奶与蜜之地 是神永远是他们为业之地的时候 就有一件事情他必须要做 就是第一个城 就是高大 非常非常难攻取的耶利哥城 神说这个城是我的 我要来把这个城打下来以后 所有的都是归我的 这是叫做出俗的果子 以后的城里 所有那些祝福都是你们的 但是这个城是你们无法打下来的 必须靠我 于是他们派了探子去 探子到那个地方 就说这个城这么样的高大 怎么办呢 但是他们听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约束亚书第二章第九节 里面所讲的 拉河就对那两个探子说 我现在人家要抓你 我救你的命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了 信心 已经将这地赐给你 还没有啊 怎么叫赐给以色列人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每一个人都害怕了 这地一切的居民 在你们面前 心都消化了 完全消化了 都害怕了 这是神的作为 于是我们看见 这是一个灵里面的看见 是拉河有的 其他第二个人没有看见 不然也有人可以这样去做 但是第二个 就是他心里面是敬畏神的 知道这位神是上天下地的神 是创造天地的神 怎么说呢 第二章第十一节里面 这样想到 他们说我们一听见这个事情 信作消化 因为你们的缘故 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 你们的神 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今天我们认不认识 我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 我们认识的话 我们是万君之耶和华的仆人 死女 我们儿女 我们是耶稣的朋友 耶稣称我们为朋友 我们要受他的诫命 我们今天跟他 是将来有这个夫妇的关系 新成耶路撒冷 我们在其中 在永恒里面 我们是有神 无比的祝福 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我们看见 有没有回应啊 上天下地的神 哪和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没有啊 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今天 对神还不怎么满意 有没有人对神很满意的 举手 都没有 都没有听 还有几个 有几个 感谢主 都很满意 有时候我一直讲 反而大家不听 我停一下 因为刚才证明没有听嘛 只有几个人听了才举手 我们应该对神很满意了 约书亚书二章十二节里面讲的 因为相信神有一个恩典的誓言 什么誓言呢 就是借着 拿和说的 他说啊 我现在啊 先恩待你们两个探子啊 不过啊 你们要指的耶和华启示 做什么呢 要恩待我的父家 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 今天我们要到神的面前 神啊 给我一个你与我同在的证据 当你拿到了以后 你什么都不怕了 所有的人都反对你 没关系 所有人轻看你 欺负你 都没关系 为什么你有神给你的缺据 哈利路亚阿们 今天 拿和就是这样 他有一个缺据 这个缺据就是 他的全家都会得救 凡进到他家的全部会得救 在耶稣亚书第二章十三节里面 他就讲了 你要救活我的父母 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和一切属他们的 要拯救我们的性命 不死 你看这么大的事情 他就做了这么一件小事 他就可以得到这么大的一个祝福 所有耶利哥 那些男丁 那些牲畜 全部都被灭绝的时候 只要进到 拿和家里面 全部都得保存 今天 挪亚方舟是如此 耶利哥城 也是如此 进入 拿和家 我们逾越节也是如此 凡进来的 就全部得到保存 今天我们相信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耶稣所宣告的 只有在子里面有生命 没有子 就没有父 也就是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你们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我们今天 这些事情 被人家一讲讲的 都害怕了 都不清楚了 不要害怕 圣经上面 写的都是这样的 哥尼流的家里面 也是一样的 所有进来的那些人 他跟他的亲属密友 他们都认识主彼得 为他们施洗 全家 他和 属他的全家 菲利比特 敬主 也是一样 他和他的全家 都信主 今天我们以为 这个人信主是 因为某一些缘故 这个人是想骗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 这些是神的事情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他确实信主 因信而称义 而且结出生命的果子 如果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 那我们也不可以随便说 他是信主 他是弟兄 他是姐妹 我们也不可以 所以我们的授习班 希望你们来参加 我们以前是花十个小时以上 专门就讲罪 就一直讲 于是也有一些人 实在听不下去就走掉了 那就算了 对不对 他到别家去 他们随便 不要讲也可以 我们这里是一定要知道 我们信的是谁 我们所信的是谁 也知道他能保守我们 所托付他的 直到那日 有一天 我们都会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 神给我们立了生命跟平安的约 是借着拿合 二章十四节 约束亚书里面 他就这样说 二人就对他说 他说 你若不泄露这件事 我们情愿替你死 并且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以慈爱跟诚实来带你 今天主耶稣有没有以慈爱跟诚实来带我们 你又不回答 有没有以慈爱跟诚实 他有没有拯救你 有没有给你立约 用他的生命给你立约 有没有为你死 他情愿为你带死 他情愿为你带死 可是我们呢 我们还是信了以后半信半疑的 对不对 不是 我们先想看 最后因神的怜悯与人的信 我们逃避了灭亡的命运 拿合因这信 成和和平平的接待那些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 我们刚讲过的 前一阵子讲过的 我们晓得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偏待任何的人 好 我们一同要来到神的面前 相信神在你身上要做奇妙的事 神给你的这一份是 他用神良给你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地 神给你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 我们每一个人将在永恒里面 在新耶路撒冷 没有一个人有亏欠的 没有一个人有眼泪的 没有一个人是不满足的 只是在这一段阶段里面 我们信心经过试验 经过试验 就变成 比那个备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精子 更显得宝贵 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带给我们的尊贵 荣耀与称赞 我们一同地头打个 亲爱的恩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相信 你爱我们中间每一位 让我们 真是愿意做一个敬拜你的人 主啊我们感谢你 你的救恩 是从万事以前就预备好的 一直到我们见你面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称颂你 主我们被拯救出来 脱离这个世界 从情欲来的败坏 我们能够用主你赐给我们 熟天的眼睛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们也可以接纳彼此 我们在我们一生所行的道路中 都要认定你 你必引领我们的道路 主啊我们中间也有一些 在疾病痛苦 在挣扎 在一些的难处重担之下的 主啊你伸出你的手 来医治我们 来拯救我们 带领我们 走永生的道路 谢谢恩主 全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祷告感谢祈求仰望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